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了解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吗 那么今天就由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大家先和我看这两个词 跟我一起读一读吧 民族 民族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吗 对 中国有56个民族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 学习学习他们都是什么民族 我们看右边的这张图 你们发现了吗 每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漂亮的衣服就是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 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个词 汉族 汉族 传统服饰 传统服饰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服饰 那在中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 56个民族的传统服饰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大家和我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视频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谢谢大家 görüş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 这些传统的服饰有不同的特点 也有不同的款式 好,大家和我一起读一读这三个词好吗? 不同,不同,特点,特点,款式,款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学习一下一些其他的 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面用到的 和穿和戴有关系的词 它头上漂亮的这一些东西 我们说它们是头饰 头饰 耳朵上的这个是什么呢? 啊,很好 有的同学知道 它是耳环 耳环 在这一套传统的服饰中呢 这个漂亮的女孩 头上戴着什么呢? 非常好 是帽子 帽子 那 她的手上也带着一些东西 手腕上 手腕上戴着的叫手镯 手镯 手指上戴着的叫戒指 戒指 那么 她身上穿着的是裙子 裙子 脚上穿着的是鞋子 鞋子 这边这一套传统的服饰 上面的这是什么呢? 很好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叫衣服 衣服 好 下边的是什么呢? 很好 是裤子 裤子 衣服 裤子 裙子 帽子 耳环 戒指 手镯 和头饰的特点不同 传统服饰的款式就不同 我们有56个民族 我们就有56种特点不同 款式不同的传统服饰 大家和我读这两个词 穿 穿 穿 带 带 刚才我们学习了很多穿的和带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复习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我们穿的是什么呢? 穿的是衣服 穿的是裤子 穿的是裙子 穿的是鞋子 所以我们说穿衣服 穿裤子 穿裙子 穿鞋子 带可以戴什么呢? 啊 对了 可以戴帽子 戴耳环 戴戒指 戴头饰 戴手镯 还可以戴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叫做项链 项链 戴项链 戴项链 好 那么我们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呢? 传统服饰 它们有不同的特点 有不同的款式 而且它们也有很多的颜色 所以呢 和它传统服饰的颜色不同 那大家知道什么颜色呢? 能不能说一说呢?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颜色吗? 这是黑色 这是黄色 这是粉色 这是霉红色 这是天蓝色 这是蓝色 你都回答正确了吗?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来和我一起看一下吧 刚才我们说了黄色 蓝色 好 那么这是什么颜色呢? 有同学知道这是红色 非常好 好 那么这种颜色是紫色 我们从黄色开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黄色 黄橙色 橙色 红橙色 红色 红紫色 紫色 蓝紫色 蓝色 蓝绿色 绿色 黄绿色 这些颜色 是不是都非常好看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它身上的这一套传统服饰 是什么颜色呢? 嗯 很好 是黑色 我们可以说 它穿着黑色的裙子和裤子 它穿着黑色的裙子和裤子 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式来说 一个人穿着什么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句式来说 一个人戴着什么 那么它戴着什么呢? 它戴着耳环 项链 戒指 和手镯 很好 它戴着耳环 项链 戒指 和手镯 那么老师有一个问题 你今天戴着什么? 穿着什么? 大家和我一起来读一读这个词吧 汉服 汉服 汉服是汉族的传统服饰 汉族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学习了 汉族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看 汉服的不同的款式 让汉流越来越嚣张 滑流才是最多 我都在试 从样都被一直怀 放来学看自己 把我名字 一直 现在最面子 常常在干用链子 大家在看的时候 有没有数一数 你们看见了几套汉服呢? 看见了几种不同款式的汉服呢? 我们朝代不同 汉服的款式也不同 这是刚才视频里的 五种不同款式的汉服 它们是不同朝代的汉服 你能说出来它们的名字吗? 这是汉代汉服 汉代汉服 这是近代汉服 近代汉服 这是唐代汉服 唐代汉服 这是宋代汉服 宋代汉服 宋代汉服 这是明代汉服 明代汉服 你们说对了吗? 那老师现在有一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服饰和你们国家的传统服饰一样吗? 中国的传统服饰和我们的传统服饰不同 中国的传统服饰和我们的传统服饰不一样 你们回答对了吗? 刚才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知道 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汉族的服饰一样吗? 对的 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汉族的服饰不同 那唐代的汉服和宋代的汉服一样吗? 对的 唐代的汉服和宋代的汉服不一样 这个句式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二个句式 A和B不同 或者我们还可以说A和B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和 我们还可以用与 A与B不同 A与B不一样 现在 老师给大家一个小的练习 用A和B不同 A和B不一样 或者 用A与B不同 A与B不一样 说一说 昨天的天气和今天一样吗? 川菜和这菜的味道一样吗? 中国的节日和你们的节日一样吗? 你喜欢的运动和你朋友喜欢的一样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汉服的款式 那还记得吗? 我们的汉服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汉代汉服的款式 我们看 他身上穿着白色的汉服 我们看他的袖子 汉代汉服的袖子 一般是喇叭袖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说这是喇叭袖 穿汉代汉服之前 我们要先穿一套中衣 这种款式的衣服就叫做中衣 中衣就是白色的衣服和裤子 那么汉代汉服的名字 这个字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做曲 曲曲 曲曲 它有长的也有短的 长的是长曲曲 短的是短曲曲 那在汉代之后呢 是近代汉服 近代汉服的袖子和汉代汉服的袖子不同 近代汉服的袖子一般是直筒袖 是这样的 这样的袖子叫做直筒袖 近代汉代汉服 近代汉服分上下两个部分 上边的我们说它是上如 它是两片式的 它有一个特殊的特点 就是它有腰栏 这一部分就是腰栏 下边的部分 我们叫它下裙 下裙 下裙是多块布料拼接的渐变色焦鱼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渐变色的 这种裙子叫做焦鱼裙 非常的漂亮 在近代之后呢 是唐代的汉服 唐代的汉服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它和近代的汉服一样 也是分了上下两个部分 上边的叫做如衫 袖子一般也是直筒袖 下面的叫做长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和近代汉服的焦鱼裙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长 那么唐代汉服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部分 叫做披薄 非常的美丽 漂亮 唐代汉服之后呢 是宋代汉服 宋代汉服的特点和前面的汉代汉服 近代汉服 唐代汉服 又不一样了 宋代汉服 最里面的这个部分 叫做抹薄 我们也可以叫它宋抹 因为是宋代抹薄 所以叫它宋抹 下边呢 下边呢 是这样的裙子 叫做摆蝶裙 它和唐代的长裙 以及近代的焦鱼裙 都不一样 它叫做摆蝶裙 那上下这两部分 大家明白了吗 在最外面穿的这种衣服 非常长的 我们叫它长衫 长衫 这就是宋代的汉服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明代的汉服 明代的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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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分了上下两部分 薄的是山 厚的是凹 山有长有短 短的是短山 长的是长山 那下边的裙子 它叫做马面裙 马面裙和之前我们看到的唐代的长裙 近代的焦鱼裙 还有宋代的摆蝶裙 不同 马面裙它是两片式的 这就是明代的汉服 这就是明代的汉服 那么五种不同款式的汉服 它们的特点大家都了解了吗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看两个视频 是汉服的穿法 不同的汉服有不同的穿法 左边这一种是什么汉服呢 大家猜一猜 这边有中医 啊很好 它是汉代的汉服 那右边的这样子很长的长裙 是哪个朝代的汉服呢 非常好 是唐代的汉服 好着他乡里不知 你不一定是仙子 台下人尖望真天秘 莫残忍台上酒酒市 他舍着东方花酒市 主人和家人陪才子 未听一句 唐心里有情事 大家看到了 这是曲曲 对吧 汉代的汉服 曲曲 那么这个是唐代的汉服 对吧 那么大家发现了吗 曲曲曲 是不是比较难穿 但是唐代的汉服 会好穿一点呢 好 那除了汉服 我们还有其他的传统服饰 汉族除了汉服 还有其他的传统服饰 这一套传统服饰 大家一定都知道 能说出来它的名字吗 很好 它叫做旗袍 旗袍 好 那这张图片上的传统服饰 那这张图片上的传统服饰 跟旗袍不一样 你们知道它的名字吗 很好 它叫唐庄 唐庄 同学们之前 在上课的时候 已经学了这个句式 对吗 除了A 还B 我们来看几个句子 来复习一下 中国 除了汉族 还有55个少数民族 汉族 汉族的传统服饰 除了汉服 还有旗袍和唐装 好 那么这个句子 你来说一说好吗 我们班里 除了越南同学 好 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小的练习 除了饮食文化 还学习传统服饰文化 我们上面那节课 学了饮食文化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练习就是 大家用这些词语 说一个句子 好 今天除了饮食文化 同学们还学习了传统服饰文化 你说对了吗 好 汉服是汉族的传统服饰 但是现代人 现代人 现代人 也非常喜欢汉服 现代人对汉服的理解和看法不同 现代人觉得汉服 它是一种复古 现代人觉得汉服很热 现在流行汉服热 现代人觉得汉服非常的时尚 现代人觉得汉服是一种礼仪 现代人还觉得汉服是拍照打卡的工具 现代人还觉得汉服是文化的传承 现代人还觉得穿汉服有仪式感 除了这些理解和看法 现代人还觉得汉服非常的美丽 或者非常的帅气 穿汉服和日常生活冲突吗 其实穿汉服和日常生活不冲突 非常的和谐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张图 他穿着汉服背着包 他在干什么呢 他可能在逛街 非常的和谐 他穿着汉服 他穿着汉服 他在干什么呢 这种运动 你们学习了吗 他在滑滑板 滑滑板 也非常的和谐 所以穿汉服和日常生活不冲突 非常和谐 那么现在老师有几个问题要问问大家 来了解了解你们的想法和看法 第一个问题 你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传统服饰和你们国家的传统服饰有什么不同 如果有机会来中国 你会尝试穿中国的传统服饰吗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尝试 你会选择哪一个款式的中国传统服饰呢 好,这些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那么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很多的生词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中国有五十六个什么 很好,民族 除了五十五个什么 还有什么 很好,除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还有汉族 还有汉族 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和汉服一样吗 非常好 好,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和汉服不同 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都不同 那他们的什么不同 什么也不同呢 很好,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 款式不同 特点也不同 汉服有五种款式 哪五种款式大家还记得吗 很好,有 汉代汉服 晋代汉服 唐代汉服 宋代汉服 最后一种是明代汉服 汉族的传统服饰 什么汉服 还有什么和什么 很好,汉族的传统服饰 除了汉服 还有起跑和唐装 年轻人现在喜欢 什么着汉服出去玩 好,年轻人现在喜欢 穿着汉服出去玩 你们都回答对了吗 那么这是一个作业 用我们学过的这些词语 写一段话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作业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作业 在本节课结束以后 请大家观看10点50到11点35的视频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西安 再见